董事长 刚刚才到一个新闻就是 现在美国指控 北韩把这个炮弹 送到了俄罗斯的战场上面 他警告 你不可以再这样干 特别警告中国不要越界 可是你说 你整个生产能量上面 现在全世界 唯一可以援助俄罗斯的 只有中国 所以中国干冒天下是大不会 已经把手伸进来了 他这个透过北韩处理 他本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北韩小地区背黑锅 我是透过北韩去洗产地 再交到俄罗斯去 我认为北韩是已经被 抓出来的一个对象 北韩今天为什么突然间 发神经病 这谈话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 老修成路 你还没制裁我先干你 看怎么搞 他说我跟你拼了嘛 你刚刚讲的嘛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他后面钱谁出的 谁给他的东西 180几架飞机 你是发疯了 全世界也没有180架军机 他准备一夜之间要把汉城整个毁掉 对 这种开始嘛 而且你上去 飞机的油料是很贵的耶 不是 180架飞机 你要打什么仗嘛 你要打什么样的战 你什么样形态战争嘛 这是毁灭性的战争 你是全面作战是不是 我们台湾到我们的这个西南空域 飞个30架 对 20架 那就不得了了 老美就吓坏了 我们台湾人无所谓 夸夸冠西冠西 他180架 你看你现在回想看看 全世界这一两年来 有没有那么多的飞机 从事在天上 没有 升空的 就他一个国家 他干的目的何在嘛 他干的目的很简单嘛 他是先发制人 后发制人 他知道你一定会跟我翻脸 对 老子先搞你嘛 你再给我制裁我北韩 对不对 那我就真的跟你干的 对 那你认为老美不会怕 老美会怕 老美当然会怕 他杜的笑 这是真正典型的狭路相逢 永远是 勇勇干的就是西小胖 我就跟你干的 对 他这个多屌 这就跟黑道一样嘛 我小弟刚出来混 对 跟李刘大哥混 你们看哪个不顺眼 眼睛瞄两下 我砰砰给他两枪 你还没有叫我干 我先帮你干 对 干完之后 大家一起拖下水 大家这样干 他现在这样一干 我跟你讲 老共 解放 中国支持他 对 俄罗斯挺他挺到底了 这个 你不看 黑帮里面有个最有名的 就是小 就是老妖嘛 对 老妖是干什么的 冲第一线的嘛 他就是干这个老妖 杀手角色 他就是干这个角色 你解释过 听他在干什么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的目的是何在 他真的要跟南韩打吗 当然不是嘛 他在恐吓嘛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 恐吓是不是取财嘛 取财 恐吓 恐吓取财 当然是恐吓取财啊 谁给他财 中国给他财 在金主嘛 有潘纳嘛 后面有潘纳嘛 有凯子要给钱的嘛 他在帮凯子在演的嘛 这个香港港区 港区 五航 红金宝的五航 松化红棍 对 他搞这个 搞这个有人买单嘛 那买单他扛嘛 他当然不怕 我撕他我也不怕 对 你就把泡电轮到我家来 你知道吗 我们万华有一个真猪呆 就是这么起家的 不怕死嘛 他不怕死嘛 那就有人会买单嘛 只要你带种 你敢干 干到大家 对方的好人怕你 那我这边就买单 很简单嘛 这根本可以到 一模一样的行为 我告诉你 他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俄罗斯买单 中国买单 然后炮弹就运给他 然后他再狠一点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再狠一点 他就跟老共讲好 我这些冰工厂 全部给你 你把机器放进来 是吗 他就在那边 直接在北韩生产了 北韩直接生产 他提高就业率 他怎么不能干 反正这个战争 你认为打多久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慢慢跟你考 到北韩拍个屁 他怎么 这个很容易 所以国际政治根本不是我想象的 什么大家理性没有 没有 所以我就懂了 在雷根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 他的幕僚跟他讲 你不要每天这样子发神经病 你不要每天这样的状况 对你的形象不好 然后雷根就要讲 我不发神经病 苏联会怕我吗 那现在 我问你 现在这个南韩 现在是昏倒了 南韩现在怎么搞他 美国在选举 南韩刚刚发生离太院事件 然后日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北方四方 然后四方联盟还没有组成 你说怎么办嘛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个耍狠的结果 他的炮弹 他的军援 就源源不断的从北韩 这个白手套 就直接就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 俄罗斯冬季公事 他怎么发动啊 冬季公事真的靠伊朗那几个无人机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嘛 当然中共 解放军直接给他东西打 这个才打得下来 对 所以这个仗打的关键 为什么他一进最后 柯比就带一句话 不要越界 中国不要越界 那表示什么 你会越界 已经越界了 已经越界 你会越界 他二十大过他怕谁 没怕了 当然不怕嘛 反正你要搞我我会搞你嘛 对不对 就耍狠的 当然耍狠 那习近平不敢耍狠 他要不要打人 是金小胖去打 因为那个神经病 那个腹地已经打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轻松 他是扮演金主 他是提供一些物资 他炮火给你 枪炮给你 而且还可以做 所以他就真的 当那个黑社会老大的 那个角色 我提供军火 他确定他是老大 这个不用怀疑 习近平从二十大之后 他就是世界老大 好所以董事长 接下来 俄乌战争现在冬天来了 冬季战争要开始了 这变成 最后的大决战了 看起来 看起来是啦 但是我不觉得说是 看看俄罗斯到底 他的作战能力到什么程度了 因为我看到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乌东 乌兰部分 如果赫松沦陷以后 对 这个形势可能会有些改变 但是我认为 我现在认为 我判断了 像刚刚讲的北韩的故事 像这个中国的炮弹的供应 对 其实根据美国的能力 他有卫星 他有侦查 对 他要破解它 是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 他为什么他不破 你说他可以拦截 他当然可以拦截 以前北韩所有的走私 在船上走私 是每艘船都被美军难截 台湾偷偷卖油 他都知道 都抓到 那为什么他这个抓不到 他当然可以抓到嘛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不愿意把 这个普丁逼到墙角 不把普丁逼到墙角 让普丁能够继续战 对 但是继续拖 他把这个 因为这个战争拖到 越拖越久的话 对美国在北约的领导能力 是加强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仰寇自重 这个就是目前 你仰寇自重都出来了 当然是仰寇自重 因为他要直接在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 一举把他殲灭这个 殲灭俄罗斯部队 不是一个非常难度的 而且俄罗斯已经是 强弩之末了 你很容易收拾战场的 然后你看到没有 你找到了北韩 你也没有具体的措施 那北韩先跟你搬脸 先飞机先干 先拱吓你 所以这个的战争 还是要看指导原则 还是以政治指导原则 换言之讲 他是要跟普丁 玩一个长期战 他第二个 他怕普丁逼到墙角 逼到普丁没有路走 普丁会干什么 核弹 核弹就上来了嘛 所以他不要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他让你继续打 那美国人很简单 美国就在这个复杂当中 就可以维持领导北约的地位 那今天你看到一个破口了 今天是不是德国总理 带了12个 带了12个德国的最大的企业家 跑到了北京去朝拜 去拍习近平马屁 这个马上就 一百多架空客就卖给他了 Airbus就开始大订单就下来了 所以表示这个在北约里面有破口 他北约有破口这个事情 那我是今天是这个拜登 我要怎么干 我都给你拖 再给你打 跟你搞得没完没了 他目前维持双方不死不活的战争状况 是对美国维持北约的领导 最有利的一个情况 然后破口逐渐出现 破口逐渐解决 这就是今天 他在亚太的战略也是一模一样的战略 让你拖 拖 拖 总长 以前我听过 天下大乱 起司大号 曾经说杜鲁门门讲 讲家你们一家都是 我给你这么多的军备 结果你居然都不见了 我没有想到这种状况 竟然在俄乌战场上活生生地上演了 俄罗斯军队会贪污 这个早就知道 你看他所有的去装备 本身的材料的那个 良育的程度就知道 很多装甲车 他用的东西轮胎一下爆胎 都是长期他的兵工系统里面贪污 而这个长期的兵工系统贪污 他们其实跟普丁关系 并不是很密切 普丁对军方的控制能力 没有很强 他并没有 普丁跟军方 因为他本身是KGB系统出来的 所以他是KGB系统 就直接当了当官选举 所以他跟军方之间的互动 就是局部的互动 所以这一次才是真正的 搞出一个大披露 突然间突发奇想 然后发神经病 去攻打乌克 打成这个德性 那这个德性 打现在结果来讲的话 我觉得 那只是这个战场的 一个部分而已 但这个战场到底 最后会发生什么 怪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后面还会继续 你之前曾经讲过说 他在前线盗卖军火 连明码标价都出来了 我怎么想真的 是假的 一查 他是真的 是啊 而且他们的信用非常良好 好信用 讲好在哪个什么地点 然后坐标告诉你 你就到了 时间到了 你人就跑了 对 人跑了之后 他很快当天 他钱就会到你的户头 当天就会 他这个已经 这个没得赖的嘛 所以他这个机制 已经形成了 非常有效的运作 对 所以乌克兰才有可能 有那么大涨获啊 我一看 怎么可能一个打一个仗 拿掳获400辆坦克 对 你总共你俄罗斯坦克 一千多辆 怎么不辱获400辆 这太离谱了吧 所以这个 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当这里面半真半假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还有 第二点 要值得大叔特殊是什么 是乌克兰本身的 兵工产业的能力非常好 所以乌克兰本身 他在修复这些舒适武器的时候 包括改装以后的能力 你看 他是目前在全球算是 非常优秀 对 你看他很多无人机 都商用无人机 他可以把你改成 军用无人机 有攻击性的效果 对 包括这一次 去打这个 打到这个 赫尔州 打到这个俄罗斯的旗舰 到俄罗斯的海港去攻击 对 克里米亚的那个军港 到克里米亚 到黑海舰队的这个武港 去攻击的时候 那个整个无人机的改装 包括小型舰艇装带的 大量弹药的攻击 整个过程的装备 当然是有一些技术 是来自于这个英国跟美国 对 可是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的工人 跟工程师非常优秀 很快就学会了 对 所以在这个战场上的 这个乌克兰工程师 跟乌克兰军队 目前是一流的部队 所以军工产业很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是心链 对 就是心链是关键 因为你没有心链 你这个都没有用 没错 心链第一层 通信 心链是第一层 再来才是所谓的 所谓的防空雷达 或是攻击性的雷达系统 所以它是好几个层次 但是这里面 有一个最优秀的 就是说乌克兰人 本身非常优秀 而乌克兰人的 守保卫国土的士气 非常旺盛 对 所以你相较之下 那俄罗斯人都是一些 他这些冲元 穷完娜嘛 冲元兵嘛 他都搞了三个月 都上战场了 他根本没有国家意识 对 而且没有战斗意志 他弄点钱就走了 他是回家了嘛 对不对 而且他不是光这个东西在搞 像他现在赫尔松要撤退手 你知道他先撤什么吗 他先撤什么 他就把赫尔松东西抢光地走 他把民间的冰箱 电视机都抢一大堆先走 我把坦克大炮弹药留在现场 那我把这个所有的民生 用你抢走了 他抢走 他也是继续回家 所以这些都是荒谬的一个东西 整个国家的部队毫无纪律可言 其中最重要核心的问题是说 他们真的是非常是有贪污的传统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严格的纪律之下 或许在小规模的战争 他可以控制 但是一旦这种士气瓦解 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人在想要如何打仗了 所以目前真正关心这个战场的发生的事情 只有一个人厉害的关心 那就是普丁 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不太关心这个 董事长 你跟刘洋伟听说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 你跟他表演说 怎么突然跑到沙烏地阿拉伯去了 对对对 这个我一看会吓一跳 我今天看怎么跟一堆阿拉伯人搞在一起 这个很奇怪 什么阿拉伯人 能源部长 体育部长 工业部长 投资部长 教育部长 其实鸿海的所谓的电动车策略 它要真正反映到发酵 然后反映到股价跟获利的话 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 大概总要花了十年八年 这个路才走得开了 对 但目前它的策略的方法 我所听到的 台湾当然是我们市场的这个 这个是主要基地的 母港 母港也好 或是这个Home Base Home Base 所以我就讲说 可是它现在的做法是怎么做法呢 它是做供应链 它只做supply chain 所以其实跟特斯拉完全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这样讲 所以就有人讲 他说你看 你现在已经出了三款车 可是市场买不到 因为这三款车不是卖给我 不是卖给消费者的 是卖给车厂的 对对对 它不是车厂 它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 它在美国是主要市场 对不对 但全世界都想到美国去做 那美国会排斥中国车 对 对不对 欧洲不排斥中国车 你知道吗 中国车现在在欧洲是大出风头 第一品牌是鞋 是谁 是比亚迪 比亚迪现在在欧洲的策略 他从一个地方的卖到20万辆的话 他就设一个厂 他很简单 这个地方的市场有20万辆 我比亚迪就设一个厂 所以比亚迪在欧洲是电动车第一品牌 而且价格 我给他国家补贴嘛 对 便宜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举国之力来办大事 可是现在我们要谈到说 到底台湾有没有能力去发展 像特斯拉这种有品牌的车子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那个要整个的这个行销 要整个整套的概念进去 那个概念要有世界级的规模的公司 来做得来 包括BMW 包括Toyota 所以我们还是做代工 对 那这个就是说 完全做supply chain 不是做代工 做supply chain 这supply chain如果说 现在我所知道的印尼来讲 他去印尼 印尼的事情我就比较了解 因为印尼本身有做了很多 有些稀有矿嘛 所以印尼本身就规定要做 在印尼的自治率有多高 它非常高的自治率 印尼不能说它不卖原料了 这些像印尼这种国家 有原材料的国家 像沙烏地阿拉伯 像阿拉伯这种国家 都是用原材料来致富 他们不愿意的 他们要做进一步的 在细加工的工作 创造所谓的附加价值 这个国家才有前途 才有未来 否则的话 你阿拉伯国家最后 你石油就有点卖光 你的财富怎么办呢 所以他要创造 下一个世代的产业 那电动车是阿拉伯 重要的产业 印尼也是做同样的规划 所以鸿海就有个什么角色呢 鸿海帮他们去设厂 帮他们去做供应链 然后由他们自己的国家 生产自己的品牌的车辆 在在地销售 这是鸿海的角色 董事长 你现在去了解了 这个季中季某周某 一个五年前 2017年8月24号的影片 弄出来 你看那个陈泽蔚 那个嚣张的样子 进去 你说去查 我根本就是接受招待 而且你是搭黑道的车子 搭了黑道的车子 到了招待所 而且在黑道小弟 前呼后涌下 进到招待所 而且这个招待所也太豪华吧 我在旁边游泳 女后面居然有这么好的招待所 不 你看 他2017年就拍到这个画面 而这画面也保持到现在 到今天才突然间 昨天用出来 昨天丢出来的时间点 就是刚刚这个 郑昊讲的是对的 他第一个 就是说在2号的时候 当时林炳文被抓 被抓 林炳文被抓的新闻没有很大 大概被压掉了 被压掉之后 就没有人去管这个事 然后今天 当这个陈泽文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林炳文的新闻 再度出现 就变成一个大事情 就变成一个黑白挂钩的一个新闻 高阶警官跟这个大哥 有挂钩的新闻 而且在夜店 接受招待 接受招待 还有有女生陪侍 有女陪侍 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弊案 或者是 丑闻 丑闻 那这个丑闻很简单 你警大校长本身是典范人物 你要教育警察 你跑去跟人家 到酒店 他教育了一个 导播在看那个画片 他教育怎么样 你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你怎么样避免被拍 那个太棒了 那个绝对可以教育一点 当然你要有一个大台车 阿法这样的车 挡到门口 挡到门口以后 你要有前面没人 帮你开门 开门了以后 你在前屋后 我告诉你 除了这个监视器之外 你别的都拍不到 好 我现在在讲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他当时的身份 是警政署的警务委员 警务委员是什么 警务委员是什么东西 是头衔至善 是一个 一个是 嫌拆 嫌拆 有可能会升官 有可能会退休 这个是不重要的一个缺 后来他担任的 新北市警察局局长 因为他是徐国勇的人 那当新北市警察局长的时候 平常心讲 我听说新北市的这个当局 并不是很喜欢他 可是他是跟这个陈嘉青 好像跟这个侯友谊 他们都是同学 同学 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的关系 所以这个陈泽文这个 肃行不良 大家早就知道 因此新北市 也不是很欢迎他 所以他就当了新北市警察局局长 所以这个就是在 内政部的坚持情况之下 他担任这个局长 那担任这个局长 之后在今年的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要警大提供所谓的 侯友谊的相关的这些证明文件 他拒绝提供 这活生生的摆了侯友谊道 这是前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让大家回忆一下 好 那个问题是说 我要提醒 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不重要的职务 对 警政委员 他今天对外辩称 说他去查白狼 查白狼 白狼干你屁事 你要去调 警察查案你要报备 我没有听过警务委员跑去查案的 我这种黑道外行 我也没跑过社会新闻 我都知道 你先跟谁 天道蒙的卢州小头 你先跑的高利贷 你要查白狼跟谁查 你好歹也跟四海的 跟竹连查 你跟天道查什么白狼 这个胡说八道一通 就是说你要查白狼也好 查黑狼也好 你今天没有要 警察有规矩 要查案要报备 要经过授权才能查案 你莫名其妙跑来查我五指甲 这个有没有搞 有没有去开档库 或者放高利贷 你可以查吗 对不对 这有一个内部的程序 当然还去查案 要局长清批才能 他有吗 当然要上层授权 你一个警政委员 怎么可能跑去查案 第一点我要讲这个事 根本就胡说八道 要故意鬼扯蛋 扯白狼为什么东西 因为白狼是统派的 他是徐国勇 他独派的 开始就是抗中保台又来了 就是鬼扯蛋 抗中保台还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这是这种扩射 第二点我要给他介绍一下 那林秉文这个很有眼光 当时就会对他这个 已经不是很得意的 一个警务委员 居然给予一定的投资 跟贴贷 投资要干嘛 要烧冷灶 冷灶烧得越好 以后回收越高 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林秉文这个兄弟 是了不起的人 真的假的 这个时候他居然会烧冷灶 那林秉文的行情在台湾 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看过去的新闻才知道 他曾经在 他是天道蒙在这个所谓 他技工会 他们以前就是 另外就是在新庄 三重这一带的活动 他集资了100亿台币 跑去跟洗米华合作 跟在澳门的洗米华合作 跟澳门洗米华变兄弟 林秉文不是普通人 这个是洗米华 这个是林秉文 他居然跟洗米华是情同兄弟 才能讲 两人一路走来 都是合作的趴倒 你看那是30几岁而已 现在今年40岁 他69年次的 他69年次 这个能干得不得了 他就跟洗米华合作 包听 包听 他在台湾集资的100多亿台币 这是大人物 不是普通小咖 但是我认为 刚刚讲的时间是对的 他前天出事情了 因为一定要林秉文被抓了 这个图 这个影片才有意义 为什么 你光搞这个 你跟黑道一起吃饭有什么关系 林秉文被抓 林秉文有百亿身价 林秉文有做 在跟洗米华合作 什么东西翻上台面 大咖大人物 那如果谁知道林秉文是谁 我不跟你讲 你知道他是谁 所以你说抓林秉文 是把这个影片丢出去的前奏 当然是这样子 他这么证密 林秉文就是被陈哲文害的 主要是要修理陈哲文 那为什么修理 陈哲文 请他校长有什么好修理 谁没搞头 他请他校长 你最后一战了 那当然是修理谁 当然修理徐国勇 这当然斗徐国勇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认为是警戒的内斗 那苏贞昌今天为什么要讲话 苏贞昌讲话要就是告诉你说 你徐国勇你的人 你给我自己查清楚 难道只搞一个 只搞一个你陈哲文吗 不会吗 不会啊 开始要清洗了嘛 苏贞昌要把徐国勇整个要清洗掉 要吓我 当然清洗 因为现在选举快结束了嘛 选举结束内阁改组 按照这种情况 搞不好苏贞昌继续当行政院长 那你就 他还干啊 他干总统 徐政昌现在越来越来越敏了 真的 干得好 他干这个事情 他最杀陈哲文不是重点 杀徐国勇才重点 徐国勇如果不能干内政部长的时候 所有他这一段时间 所安排的相关的警察人士 全部要清洗掉嘛 这才是真正最重要 黄明昭警政署长 就要执行这个任务 把所有这些我高级别的 全部都跟徐国勇有关的 全部清清干净 这才是真正的警戒斗争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具体训判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